这是我见过最带感的曼 奴隶翻身把歌唱 直接将主人压身下 他原本是众人爱慕的公爵 冷漠境遇崇尚和平 童年幸福却目睹亲人惨死 留下唯一的遗物 而他却是阶级底层的黑金奴隶 勇敢强悍憎恨贵族 从小遭受虐待 被迫流离失所 身份悬殊的两个人 在某天夜晚相遇了 混乱之中吊坠被意外偷走 而他归还吊坠的条件居然是买下他 明明只是一场交易 却在不知不觉中交付了真心 也许只因最初和他对视的第一眼 就注定了一生的沦陷 看低贱奴隶如何征服他的主人 马车外下着花花大雨 少年仰望天空 伸出手 嘴里喃喃道 今天也是吗 管家赶紧撑散说道 少爷与礼良 我们还是进去吧 室内灯火辉煌 明显正在举办着一场大型宴会 两人闲聊着 你不觉得今天的气氛格外活跃吗 只因为他要来吗 一人疑惑他是谁 而这时人群骚动 那人口中的他来了 几年前有位少年小小年纪就当了公爵 他便是罗维尔科洛伊德 其中一人明显被迷住了 他就像一个洋娃娃 眼里没有一丝生气 在回去的路上 雨突然停了 罗维尔表示自己想下车看看 他抬头再次看向天空 天空依旧只有乌云 他失落到还是没有吗 这时身后草丛刷拉响起 罗维尔一惊 转过了头 在还没反应过来前 被一个人扑倒在地 罗维尔当时的感受只有好痒 以及那人身后出现的满月 还有那人如同月亮一样的铜色 在罗维尔很小的时候 妈妈兴奋地带着罗维尔前往一个地方 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为他准备了礼物 罗维尔生日快乐 窗帘外是圆圆的月亮 那时爸爸抱起了他 儿子惊喜还没结束哦 真正的礼物是这个 说着妈妈送给了他一个月亮形状的吊坠 而此时他的眼前居然有两个月亮 罗维尔扶上了那人的头发 开心地说道好漂亮 而这时管家冲了过来 那人赶紧起身 搜得便跑了 罗维尔愣愣地看着逃跑的人 黑金族 那人是逃跑的奴隶吗 他的眼睛很漂亮 就像这吊坠一样 然而就是因为这样一抓 罗维尔发现自己的吊坠不见了 我们的奴隶此时正在大树下 认真地观察着这个吊坠 你见过这么大胆的奴隶吗 强迫别人买下自己不说 第一天晚上就想吃了主人 上集说到奴隶撞到了罗维尔 还趁机偷走了他的吊坠 此时的罗维尔正全身颤抖 因为那是父母唯一的遗物 管家安慰道 少爷你冷静下 马上就能找到的 看刚才那个人的样子 应该是匆忙逃出来的 一起来的管事不淡定了 那个该死的家伙 竟然让自己这么丢脸 而这时有人跑了过来 老板 抓到了那个逃跑的奴隶 另一边求是内 那奴隶正在被人狠狠地叫去 要不是想着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留下伤疤 非让他掉成皮 带人走后 奴隶睁开了眼睛 费力地撑起身子 靠在了墙边 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 本以为这次可以逃掉的 他从怀里拿出了吊坠 差点都把这件失望了 当时慌慌张张地拿了就跑 现在一看却是价值不菲啊 就像他的主人 自己还能再见到他吗 而这边罗维尔已经到了 关押奴隶的地方 虽然这是罗维尔第一次来奴隶卖场 不过真的很不舒服 那些奴隶与自己的区别 仅仅在于 自己在铁栏外 他们在铁栏内而已 管事表示 就快到了 那人又在发疯了 我们把他拴了起来 不过大人您还是要小心 罗维尔在开门的一瞬间 那奴隶便睁开了眼 紧紧地看着自己 黑金族人 是你拿走了我的吊坠吗 如果是 我希望你能把它还给我 不管多少钱都可以 奴隶笑了 给我钱赎回你自己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是逼供 或者杀了我之后拿回去吗 罗维尔愣了下 你想被杀死吗 奴隶猛了 随后吃笑一声 怎么可能 我可以把吊坠给你 但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满下我 就这样我们的奴隶 就被罗维尔买回了自己的府邸 不仅可以走正门进入 还能有自己的小房间 罗维尔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脱掉了外套 羞的一下倒在了床上 真是糟糕啊 最终还是没办法拒绝他 就在罗维尔快睡着时 那奴隶走进了他的房间 掀开了床帘 罗维尔本来以为是管家 却不曾想到是刚买的奴隶 吓得他羞的一下就坐了起来 你怎么会来这里 奴隶沉身道 我来是想和你说个题 他浮上了罗维尔的脸 随后来了一个贴贴 把你交给我吧 我的主人 奴隶已上犯下欺负主人 他终于来了 上集说到奴隶被罗维尔带回了家 还给他单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 他看着关上的门 自己终于摆脱了那个地方 可是却并没有什么变化 也许这里会是另一间牢房 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嘴里喃喃的喊着妈妈 那个时候 自己曾想要保护他们 可自己却没有保护他们的实力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残酷了 所以只要能找到妈妈他们 他愿意做任何事 就算是利用这个男人也无所谓 此时奴隶正俯摸着罗维尔的脸 把你交给我吧 主人 罗维尔沉默了片刻道 我是男人 奴隶表示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罗维尔歪了歪头 闭脸的疑惑 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奴隶呼了口气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真单纯 还是在装单纯 你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权贵们 在人钱装高贵 人后却干着不伦和恶心的勾当吗 你们佩尔族买黑金族的目的在明显不过了 你把我带到这里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还是说你真的就是为了吊坠才买我的 你们佩尔族是这么正牌的种族吗 罗维尔回道 我不管其他贵族是否过着放荡的生活 但我不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 奴隶吃笑了一声 装什么装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 说着手便往下滑去 只是那里并没有反应 奴隶顿时停住了 难道 而这时罗维尔已经大声喊到莫里斯 管家立马出现 主人 小人在 我有些困了想睡了 还有你给我出去 在奴隶走到门口时 罗维尔叫住了他 等一下 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奴隶顿了顿 名字 他呼了一口气道 大夫 我叫大夫主人 直到门关上 奴隶终于忍不住扑地笑出了声 他笑得全身抖不停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是因为他的反应太出乎意料了吗 被拒绝了自己居然还能这么开心 随即他脸色冷了下来 即使这样 也不会改变自己利用他的打算 只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握紧了拳头 现在的自己需要人脉 雄厚的财力 更需要权力 而拥有这些条件的人 就在眼前 这是一个机会 自己绝不能错过 一定要把妈妈和莱亚救出来 这集有点小刺激 奴隶终于将主人一口一口吃掉 上集说到大夫偷袭主人不成 还被主人赶了出去 他居然感觉很开心 然而第二日他在修剪完园林后 看到了一束花 大早上的哪来的花 仆人表示是王子送来的 大夫愣了愣 这个国家的王子 仆人笑着点点头 是的 王子每周都会送一束花 我们主人和王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大夫正主了 好朋友送好朋友花 就好像是在追求一样 罗维尔看着花瓶里的花秀了秀 那家伙又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一只手伸了过来 虽然有些无聊 但您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罗维尔看着大夫 谢谢你把花送过来 可是你怎么还没出去 还有你怎么突然这么有礼貌 大夫耸了耸肩 您毕竟是我服侍的主人 而且我发现 说着他靠近了罗维尔 握紧了手中的花 在罗维尔的面前 一把抓碎 他歪了歪头 您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正牌 罗维尔愣住了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 已经被大夫带到了床上 绑住了手腕 大夫掰开他的腿 一脸居高临下 就算您用那种楚楚可怜的眼神 看着我也没用 我差点又被您的眼神骗了 我看您表现得那么单纯 还真以为您什么都不懂 您的眼睛真棒 罗维尔皱起了眉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大夫爬上了床 吓得罗维尔一惊 然而大夫手上的动作 更是让罗维尔不淡定了 他全身颤抖地祈求着 不要快停下 大夫嘴角一扬 事到如今还摆什么架子呢 平时和皇子大人没少做吧 大夫贴近了罗维尔的耳朵 那么和我也做吧 我的主人 罗维尔疑惑了 皇子和我做什么了 大夫愣了愣 呼了一口气 恋人之间你说做什么呢 罗维尔这下不淡定了 什么恋人 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大夫撩开了衣服 大夫不客气道 懒得跟你解释 跟我做就行了 比起漂亮的皇子 我做的应该能让你更加心悦 于是乎后面就是一场激烈的运动 当然我实力不够 只能跳过 可恨的是我们的奴隶居然吃完肉 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留下我们的公爵独自悲哀 一个墙上 一个被墙上 事后居然还能这么心平气和的讨论感想 上集说到我们的奴隶终于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保守的类型 但是从客观来讲 自己却是遭到了很过分的对待 第二天不得不想死了一样一直躺在床上 直到现在身上还留着那日的痕迹 可自己现在却一心只想消除他的误会 大夫疑惑地问到什么误会 罗威尔回道 误会我和王子是亲密的关系这件事 大夫用手撑着自己的头 淡然地说道 关于这件事 小人已经猜到了 从您那天的反应来看 怎么看都不像是经验丰富的人 罗威尔尴尬地回道 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不仅对这个男人没有一句怨言 甚至觉得他是自己命悬一线的救命草 自己的迫切袒露无遗 这一切肯定都是因为他的那双眼睛 奴隶英雄救美 主人我来接你回家 上集说到两人讨论事后感想 见主人发呆 奴隶甚至不自觉地摸了摸主人的头 随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 罗威尔表示没关系 自己刚才也没进你同意就抓了你的手 之后罗威尔将大夫带了出去 并表示明天自己还会同意时间来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里 你愿意过来吗 大夫开心地恩了一声 然而第二日 大夫在凉亭等了好久都不见主人过来 他应该不是个不守约的人 不会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吧 在想到昨日主人手上的痕迹时 他不淡定了 自己还是去找下他吧 这时管家突然出现 大夫 主人他不见了 你能帮帮我吗 这里有封信 但不是主人的痕迹 屋子也变得凌乱 大夫一把抓紧信封 公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这也许是自己逃离这里唯一的机会 而且还得去找母亲和妹妹 可是公爵 自己必须去找他 另一边罗威尔看着眼前的人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查普曼公爵兮兮地笑道 亲爱的 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你就不能和气点 这么漂亮的脸蛋都要长皱纹了 罗威尔冷声道 你这是绑架 查普曼大笑道 如果不这么做 就见不到亲爱的你 而且我听说你把黑金族留在了身边 这点我可不能忍受 我不喜欢黑金族 你的父母不就是因为黑金族而死的 罗威尔反驳道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实际上我的父母是因为支持黑金族 引起了反对势力的不满才去世的 这都要怪罪于那些像你一样愚蠢的贵族 错以为别人会抢走他们的玩具 从而选择将他们置于死地 这并不是黑金族的错 查普曼眼神冷令 羞的拿过枪就对上了罗威尔的头 他威胁道 你还不肯跟我吗 而这时门框当一声响 大夫出现了 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我来接你了 主人 查普曼叹了口气 泽泽来得真快啊 没劲 而这边大夫已经挡在了罗威尔的身前 眼神更是凶狠地看着查普曼 查普曼轻笑了一声 松开了手 这双在黑金族中少有的瞳孔颜色 加上这傲慢的态度 确实能让人产生好奇 亲爱的本来就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大夫一正 握紧了手中的枪 亲爱的 把人绑到这种地方 用枪指着 还叫得这么亲密 没有礼貌的家伙 正待大夫发怒时 罗威尔握住了大夫的手 没那个必要 他看向查普曼 他是我的人 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查普曼又笑了 亲爱的你今天反常地把我吓着了 行吧 我也挺忙的 带你主人回去 说着还在罗威尔脸上贴了一下 大夫差点又炸毛了 那枪指着你是跟你闹着玩的 不过我想要你是真的 亲爱的你认真考虑考虑 这极有点小激动 奴隶请求主人给他一次弥补的机会 让他再服侍一次 两人回到公局府后 管家羞地冲了过来 抱住了主人 主人您没事就好 我们的奴隶又吃错了 夜晚大夫来到了主人的房间 他关上了门 主人您还没有休息 罗威尔表示等会在休息 他拍了拍床 过来坐 你因为我受了伤 我让管家找了些药 来我帮你处理一下 大夫不自在地说道 这点伤没什么 罗威尔看了看他 再次拍了拍床 快过来 大夫沉默了片刻 跪了下来 我在这里就好 他挠了挠头发 不能随便坐别人的床 会出事的 随后感觉不对便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而这时罗威尔已经伸出了手 将要抹在了他的脸上 谢谢你的担心 谢谢你来接我 大夫挣了证 是我要谢谢主人 大夫看着手上的绷带愣住了 罗威尔尴尬地转过了头 抱歉我缠得不太好 大夫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也太松了 罗威尔看着他的笑容也微笑了起来 这时大夫突然喊到主人 罗威尔摁了一声 大夫轻碰了罗威尔的脚 随后更是在他的膝盖上轻贴了一下 罗威尔一惊 脸红了 而我们的大夫还在贴 然后他抬起了头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以给我个机会弥补上次吗 请让我再报您一次 这下罗威尔彻底不淡定了 他不自在地饿了一声 然后又不自在地说了个这次 最后更是不自在地摁了一声 于是呼大夫就压到了主人的身上 后面的剧情你们懂得 请自行想象 第二日天亮 大夫睁开了眼睛 他愣了几秒 在看到主人熟睡的容颜时 更是满脸的开心 他轻轻贴了一下主人 然后下了床 走到了窗户边 今天貌似有客人 罗威尔起身唤了一声大夫 大夫转过了头 主人您睡得好吗 好像有客人来了 罗威尔睡眼朦胧说到客人 他将手搭在了大夫的肩上 大夫将人抱了起来 要亲自接见吗 罗威尔嗡了一声 大夫便将罗威尔抱到了窗边 罗威尔看着楼下的那个马车 那是王子的马车 而这时一人从马车里出来 一身闪亮又帅气 大夫一正 那个人是皇子吗 上集说到大夫请求主人 再给他一次服侍的机会 过程那是激动有刺激 二人也算是互表了心意 这时王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为什么能看下一个 你们都是异当日的 我们是否持有阿四 浩和高兴 身用阿四 一生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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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这边王子殿下来了 他轻易地便化解了此事 大夫握紧了拳头 这就是奴隶和王子的区别吗 甚至因为他独特的同色 还引来了贵族的争相购买 给主人带来了麻烦 大夫很小的时候也曾质疑过 为什么只有自己的眼睛是蓝色的 所有村里的人都是黑色的 难道自己真的像他们所说是异味吗 母亲却告诉他 妈妈喜欢的东西几乎全是闪着蓝色的光芒 白天的蓝天 夜晚的蓝月亮 森林的湖泊 还有大夫美丽的眼眸 这时你爸爸留给你的宝石 并不是奇怪的东西 他真的很美 此时的大夫紧紧地抱住罗威尔 我应该保护他们的 我却没有做到 如此柔软无能的自己 会不会连眼前的他都保护不了 在这场关系的末尾 受伤的终将会是这个人 而另一边查普曼府邸 加尔正努力为查普曼服务者 查普曼呼了一口气 最后饿了一声 他扯开了加尔的头发 冷冷地看着他 加尔颤抖了起来 查普曼皱起了眉 切了一声 穿好了衣服 真是让我没兴致的家伙 连你这种不痛不痒的反应 都已经开始厌烦了 走吧要去罗威尔那里 你准备一下 加尔擦了擦嘴唇 撇开了视线 好的 于是就出现了眼前一幕 罗威尔冷冷地看着眼前人 你就是单纯的太无聊 查普曼表示自己很不理解 那个奴隶有什么好的 你究竟想要走到哪一步 在镜头等你的只有悬崖 罗威尔直直地看着查普曼 原来你是因为觉得和奴隶一起没有未来 才会折磨他的呀 那个跟随你的黑金组 他身上的伤痕 我说怎么看着有点像那个厚的样子 你是拿他泄火了吧 罗威尔叹了口气 这可不行啊 查普曼哈哈地笑了起来 现在的你真令人失望 无趣至极 这就是奴隶的进化石吗 从被卖到强吃主人 主人还被吃出了真心 最后奴隶对主人表白 两人终于身心一起了 自参加宴会回来后 大夫就发现了自己的无能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只要自己是黑金族 就会再次无法守护重要的人 他不想再这样下去 他不想失去主人 他不想把主人拉到黑暗中去 于是他恳请主人 也不想把主人拉到黑暗中去 他不想要赢了 他不想让他达到黑暗中去 他不想再来 他不想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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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非 在乱和黑暗中去 按赢了 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说服轻信了 感违抗皇家的贵族应该不多 大夫表示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自己想回故乡 罗维尔不淡定了 你要回去 看着罗维尔着急的样子 大夫笑了 我现在只属于这里 所以罗维尔 要一起去吗 罗维尔直直地看着大夫 最后脸红了 开心地扑到大夫的身上 当然了 接下来你们懂的 自然是情到农食运动就开始了 只不过这次大夫终于有勇气说出 我爱你 罗维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